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先来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心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茶汤慧 今天呢要来聊的是 房市最近的热度其实还不错 就是我们可以从各个暗场 或是新闻得到一些 房市现在是一个 持续加温的情况的讯息 然后就有一则新闻 现在房市到底是不是真的好 我们来听听看这位专家怎么说 好 房市一片大好 专家警告 小心断头风险 台湾房市第六循环 多头原在2023前三季开始降温 但在第四季 因新清安贷款专案激励与 今年第一季股市发烧助燃下 房市出现甩尾现象 专家提出警告指出 房市甩尾已进入超买超涨风险期 房价在涨 小心未来景气反转时 将面临断头危机 房市超买现象明显 将对未来市场造成断头风险 那专家进一步指出 今年六都四月份 交易量为22902栋 年增率大幅上扬40.62% 而一到四月 统计数据显示六都总交易量为 86128栋 年增率高达31.34% 全部集中在低总加市场 那低总加市场呢 由于轻松的首付与优惠的自备款 再加上贷款宽限期延长 激发了年轻人购房企图心 也误导了不少 自不量力的买家进场 甚至投机型的买盘 把预售市场当期货操作 大举操作杠杆 这种现象 浮显市场超买现象 专家认为将会对未来市场 将造成不利的影响 那在股市发烧 电费 运费 双涨的预期心理下 通膨压力未销 保值心理大增 充沛资金势必涌入股市及房市 那在新政府上任前的空档期 正是房市无市的促销充斥期 专家强调这种热销现象将延烧至第三季 反转危机才会出现 未来的房市涨势将会如股市一样 选股比选市重要 而房市则选房比选市重要 专家建议自助买盘不必太在意房市大盘 强弱分明 则优弃弱是未来房市自助买盘的选房策略 高铁轨道经济与高科技产业进驻 仍然是房市强势的双引擎指标 现在这个情况啊 我觉得真的有点热到 但是也不是说整个房市热哦 就是部分区域 非常的热 就是热到那种 我很多朋友都会跟我说 你不是有认识专案吗 有认识一些销售现场的人吗 你可不可以帮我问 让我有插队啊 就是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消息出现 我就想说 哇 真的会有反转的时候吗 因为我感受不太到 房市上上下下 我讲过了 就是说这一定会有的啦 那现在你看它越热 就是它有上 就是有波段往上 它就会有往下嘛 对 要不然就是一滩死水啊 平平的啊 我觉得刚刚专家在讲 其实有一个重点啦 就是你觉得房市很热 你也很想要跟进一波的 你只是要 譬如说短期获利啊 或是要跟着炒作啊 就是说你即使要做这样的事 即使你要做这样的事哦 你也必须先去算一算 你自己的那个屁股可不可以做 做的稳不稳 口袋够不够 不然的话 你要是突然热过头 有的时候热过头 它突然就会有一个盘整回调嘛 这一定会的 校正回归嘛 一定会啦 但是它不会回到 那个几年前那个数值啦 就是有部分的这个人啊 他可能是 就我们之前一直讲过嘛 体质不好啊 小白啊 新手啊 就是投资客的菜鸟啊 常常有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状况 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嘛 对不对 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还有期待说 如果说没有新清安的话 那有可能会有一些 当时就是新手进去 或是体质不好的 有可能会做一个抛售的状况嘛 因为你状况不明 那成交量一直没有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当时他钱没有准备够 他就是用很大的杠杆下去玩的这种 他会拎不住啦 就是他会有点怕 会有一些案子可以抛出来 那大家可以去捡便宜这样子 但是现在这段时间看起来 即使是有这样的状况发生 我觉得可能不会到超级大规模的 因为现在房价 又比之前其实又再高了一段了 至少比三年前又再高了一波了嘛 对不对 再来就是说 现在明面上你不能做短期的操作啦 短期的操作也不行做啦 没错 所以说很多在进场的时候 其实都应该是有想说 我至少要能够持有一段时间 就是持有到中期啦 对不对 然后再搭配新清安 那新清安现在可能 譬如说给你40年慢慢付 你付的金额就比较低一点点了嘛 而且刚刚讲的嘛 热也是热在小坪数嘛 对不对 所以总价带大概就是在那个范围内啦 所以你说要很大面积的 一个抛售潮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啦 但是会不会有小部分的 就是他自己评估 他觉得他可以 但事实上他不可以这种 就评估错误这种 想太简单 对 或者想太美好 有没有这种 有啦 所以我们之前有在讲嘛 就是说真的如果不行 没关系错过就错过了 没有一定要买 你就先租着来吧 没错 等到你真的有办法的话 再说啦 房市很热 假设了 就是说你很多同学 刚好他们现在都很热 热的就是说 在生小孩 生小孩就 我小孩子好可爱 摩托车 他圈很热 问题是 你连女朋友都没有 你在那边 你真的比喻很真切 对啦 就是说那个 还不是你现在的问题 你的问题先找个女朋友 这没有什么歧视不歧视 每个人人生 有的人就是 比较早出生 有的人晚出生 有的人早出生走得慢 有的人晚出生走得快 走得快慢 这不一定嘛 对不对 跟着tempo来就好了 对对对 就符合你自己tempo就好了 那我们在讲 房市现在的状况 也只是跟你讲说 现在在市场状况 是这样子 但你不一定要买 大家在抢他买的时候 你也许不一定要买 只是说 大家都不想买的时候 如果万一真的房价 在往下修正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要买 你可能会买的 比较辛苦一点点 辛苦一点是什么 你价格也许下去 可是贷款可能贷不到 贷不到 贷不足 我们之前有讲过 就在房市不好的时候 银行就是要你 东担保西担保的 就你要买房子 你爸妈要来当保人 然后你爸妈的房子 还拿出来做担保 就一堆东西都压下去了 他才贷款给你 像这样的状况 你贷起来就很不舒服 对不对 虽然说房贷利率会上上下下 房市也会上上下下 但是你当时一开始跟他谈的 如果说你有保人进去的话 你后面就一直在 除非说你之后换银行 就景气比较好的时候 你就换银行 就是这样才有机会 那总是牵扯到这个 就感觉不太舒服 把自己的老家都拿下去 一起堵 这种感觉就不太好 没错 那刚刚专家讲说 会不会有这样的状况 我觉得会有 这也算是一个良性的提醒 不要说市场很热 还不行的 就一昧的就跟着热 当然你能有自己的房子 是比较好 讲实在话 常常买房子 其实它是一个资产 它也可以说是一个翻身的机会 但前提是 你要必须到达最低门槛 就是你算到很紧很紧 捏一下 你也许可能可以过 你不要一算 差三个零 那先不要算 就如果你才差很远的 你也不要觉得说 这个是可能 你可以致富翻身的机会 因为你还达不到 那个风险太大了 就没有必要这样子做 最后他又有讲说 这个轨道经济 因为他提过很多次 他每次都讲这个 对啊 轨道科技双引擎 对 反正现在 我觉得大家应该 也都比较清楚了 因为上一波也经历过了 就是说 有一些比较 你觉得不是那么 马上就可以发展起来的区域 这个你就再看看 那你尽量能够往一些 你看起来 他房价就比较有保值的地方 去挤看看的话 当然你在之后 等到这个房市 万一真的冷了 开始盘整 或者甚至下修的时候 你就不会被下修这么多 对不对 大家要知道就是说 当房市在下修的时候 一定是从最没有支撑的地方 开始先下修 所以那时候 你就会很明显感觉到 我相信你现在经历过前面这几年 多数的人 应该已经比较心里面有底了 就是也是会选 对不对 即使是他真的要选在 有可能会下修的区域 他可能也许看到一些 我们没有看到的 比如说看到星星 或者说看到飞翔的鸟儿 没错 我们没有看到的 当然这个是开玩笑 也许符合他的生活的必须 这个你不知道 也不一定要去觉得 他就一定选错 每个人又符合自己的选择 最符合你自己的 那才是针对自己对的 你对的东西 对别人来讲 不一定是对的 就像举例说 刚才讲的 就是你现在如果说 你手刀上是有闲置资金的 或者说你是高科技的员工 或者是你是资产主 你这个时候 你去持有核心地端的房地产 对你来讲这是对的 但是对一个刚出社会的新鲜人 或是还没有存购自备款的人 他这样子不一定是对的 因为他可能还没有办法 他可能刚存购自备款 他后面还不知道 有没有的时候 他很急的下去 但也有人是这么做 但也有人不这么做 你不知道 这个到底什么样是对的 只能说有人这样做 你可以参考看看 你要不要这样做 随便你 看你自己 对对对 有的人会去帮老婆洗碗 吃完饭会洗碗洗盘 有的人就是买洗碗机 有的人就带出去吃 每个人不一样 那这个你可以选择 最适合你的方法 没错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好 好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 房老吉 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